9次要賺錢 一起向錢衝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在今天這個單元裡面 先跟各位做個即時報告好不好 現在的時間是我們台灣時間的 4點36分 然後稍待我幫大家排個命盤 普丁 穆克蘭都在打戰 我們現在還排個命盤 對對對 因為對你未來很重要 首先我們先跟各位做個簡報 第一個 現在是4點36 然後歐洲最重要的德國股市 是4點20分開盤 就是說它開盤16分鐘 歐洲的德國股市 整體上我先跟各位做個 它開盤的時候跌幅大概在 2.6到2.7個百分點 然後接下來就跌幅擴大到 超過4個百分點 那我們現在及時看這一秒鐘 這一秒鐘 歐洲德國股市報價大約落在 14126 120附近 跌幅大概是3.4到3.5個百分點 那我們招待在今天結束前 大概看一下它到底跌多重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不要猜啦 面對金融市場不用 那你告訴我 台北股市場的台這麼長 你放輕鬆 大約股市期貨商品的一個報價 以美國四大指數來看 跌最重的是納斯達克 崩跌了3個百分點 3.2 再看波動率指數暴漲 而不是28.5 它現在暴漲12個百分點 創到33 第三 各位一定告訴我 哇 怕死人 現在這樣是要怎樣 我給各位報告 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像是我們這個工作 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們的工作 一個從業人員 分析人員 那我們就帶投資人買標股 對不對 如果認為會跌去做空股市 會漲去買什麼 會漲停滿的股票 其實不是 那不是最重要 我一直認為 一個當一個分析人員 我們的工作在於 每天只要台股有開盤 不管行情是在漲或在跌 甚至像今天這個結構 我們的工作 你說你就是分析嗎 不是結盤嗎 不是傳到授業 解貨 都不是 在處理投資人所遇到的困擾 就是我不管我是做對的 還是做錯的 我面對市場 我慌了手腳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 我告訴你怎麼辦 你知道可以嗎 可以啦 你放輕鬆 不難啦 首先我們先看 為什麼要剛剛看那張圖 因為要面對台北股市 你不能閃避啦 就是任何事情發生了 不管你有減碼了 之前已經減碼了 或者是你持股滿檔的 好 那我們來看 台股今天跌了2.55個百分點 各位也許會說 哇 台北股市流這麼多 沒有耶 這樣還跌不中 不中啦 各位請看 我大概念給你 道琼是2.52 SP500 2.6 一個2.5 2.6 這個就3.2了 那你看台股 還好啊 2.5啊 等同 其實你如果單純從今天來看 台北股市的跌幅 並沒有比國際股市來得重啦 就是說 當全球股市受到這個利控衝擊 為什麼它是個利控 因為我回顧過去這兩個禮拜 全世界 不管是從新聞媒體 到我們台灣的所有的節目 所有的分析師 投顧老師 名嘴 好像只有一個人看對行情 你說是你嗎 我怎麼看得對 我猜不對 我永遠猜不到行情 所以我不敢猜啦 那你說誰看對 只有拜登看對 只有拜登過去這兩週以來 每天都說 他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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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包括所有台灣的各大分析人員 沒有一個說會打 我有講錯嗎 我沒有 結果好像大家講的 都不是很精準 那怎麼辦 這就跟股票市場一樣 我都覺得會去 不好意思就沒說到 所以當我們遇到整個環境 我們難免你不能怪這些人講錯 大家都用盡能力想盡辦法 去分析 去評論 抽絲撥檢 把他認為最對的向大家做簡報 他已經盡力了 所以他顧錯了 我覺得你不能怪這些從業人員 但是難免會錯啦 問題是你會覺得說 那我們怎麼辦 沒有一個說錯 一個都沒有 你有沒有回顧這兩個禮拜 一個都沒有 有一個人看對說普丁一定打嘛 好像沒半個 除了拜登之外啦 你說那怎麼辦 不要猜 我的立場很簡單 不要猜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朋友 我們的命格都叫沙坡郎 每一個 你說是嗎 什麼叫沙坡郎 就是我們在面對所有的情況 叫大起大落 這就叫沙坡郎 在整個紫威命牌裡面 就是說你所遇到的未來的環境 是大起大落的 那你的命格就叫沙坡郎 你只要是在證券市場的 那我直接告訴你 你的命格就是沙坡郎 你說對 沙坡郎 台股已經殺了2.55個百分點 幾乎殺了500點 你說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不會啊 沙坡郎要帶著碼頭帶劍啊 你說碼頭還可以帶劍 對啊 怎麼帶劍呢 我們來看 這是道琼 那麼道琼呢 就是過去喔 過去這一年啦 道琼指數的走勢圖啦 那你就把最大交易量抓出來 最大交易量應該是這一根啦 這一根叫1月24號嘛 那麼最主要就在於 這個回檔來得又兇又快 它真的又兇又快 也就是說過去這種該有的支撐喔 它都直接跌破了 面對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沒有OK啦 其實不用擔心啦 你不就不擔心 我看這個樣子全球崩盤了 對不對 OK 第一個 你要碼頭帶劍 沙破籃格局說好是好 說不好不好 大起大落 每一次大落 受傷就加重 那肯定不好 可是每一次大落你準備好 讓自己有一個重新大起的機會 你說幹嘛絕對有 你稍等我們今天內容我稍微講慢一點 我覺得你絕對不犯過這一關 並且你會有 應該會有很好的收益 好 我們來看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是沙坡人 大環境會好嗎 理論上短期好不了 好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因為我的問題不是幫你找標股 是找到我們怎麼去處理 你目前的困擾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啦 所以我沒有辦法抱你明天漲停板的股票 我做不夠啦 我如果做不夠我就跟你說 我做不夠嘛 所以我們先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是一直到今天 到今天 最上面那個叫台股 就是說MSCI台股指數總共86家 86黨所形成的MSCI台灣指數 是最上面這個 這個 中間這個是MSCI全世界的 OK 全世界總平均 OK 底下是MSCI的新興市場 各位你就靜靜看這張圖 你要看起點喔 要看起點喔 它的起點是從2017年 17一直到現在 然後呢 關鍵在2020年的9月 關鍵是2020年的9月 為什麼是2020年9月 對不對 不拆行情 第一個我們講 面對任何狀況 開箱 把它打開來 我們就看 用你的眼睛看 你就不會受到各種訊息的干擾 都說不會打不會打 就打了咧 那你告訴我 你看了這兩個禮拜 他有哪一個講對的 沒有半個啊 除了美國總統拜登之外 好像沒有人講對 那怎麼辦 因為我不知道他會打 每個分析師都說不會打 就打了咧 就一樣嘛 這國標沒了就跌了咧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不拆行情啊 縱使我原本認為會長 他真的跌了也沒關係 我們怎麼去處理嘛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啦 所以你會幫我處理嗎 我當然會幫你處理 你放輕鬆啦 天塌不下來 縱使塌下來 有人幫你撐著 OK喔 放輕鬆 來看 從這張圖裡面 也就是說 從2020年 好來 這裡是2017喔 這裡是2020 也就是說在2020年之前 之前你往前看喔 黑色這條 這條 這條 台北股市的大摩成分股 是不是跟著全球 跟著全世界的新興市場 幾乎通通完全一起聯動 沒有錯吧 對 那什麼時候開始分道揚標的 來 從2020年9月份開始 台股呢 它的一個強度 大幅領先 全世界的新興市場跟全球股市 這個叫事實 不管你願不願意接受 這是屬性 所以台北股市的強度 會比其他地區股市來得強 可是來得強不代表我們不會跌啦 最起碼我們不會跌的比人家重啦 但是它還是會跌 那該怎麼辦 好第一個我們從大盤來看喔 第一個 其實台股對我們來講 每天應該就像一張白紙啦 就是 你沒有開盤前 我先做好規劃 然後看 它有沒有依照我們的規劃在走 如果有 那OK的 那今天過關 PASS幾個對不對 假設沒有照著規劃 那代表說 我們在觀察過程 有哪些缺失 我們來做修正嘛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耶 不是每天 我都漲停板 每天都沒有漲停耶 這樣不是個辦法嘛 好像我們來看喔 所以台股為例 開盤前你就做好規劃 你說我開盤前 昨天美股大跌 對 那你是不是應該在底下 劃出一條防守線 在哪裡 17701 這條防守線在701 你如果問我啦 現在喔 我認為它一定會回來這個701 很快 你說會嗎 會 你不要擔心 稍等你就知道為什麼會回來 第一個 你也回來這個701啦 可是回來701 不代表明天開盤大漲喔 我們先說好喔 第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防守線 也就是說 以目前大盤的交易量 市場 你看看喔 今天有爆量到4300 為什麼今天要跌460 今天不能不跌460 今天一定要跌460 為什麼 國企股市跌 當然這是因素之一 因為今天如果硬撐 我告訴你 今天大家要硬撐喔 不行 會出大事 為什麼 因為外資會全部把股票倒出來 你讓外資倒到它的成本 它不敢倒了 你如果搶在那裡 搶在平盤 假設啦 一直搶 外資一直倒一直倒 它找不到機會賣股票 你撐在那裡 剛好它倒給你 所以這個跌是很合理的 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關鍵在於 我們要怎麼保護我們自己 這最重要的 一步一步來幹大盤 就是17701 你就放100個星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人的成本就在這裡 因為它已經破了 沒關係啦 一定會回來的 好來來看 這是今天加選指數嘛 開盤就暴跌嘛 沒有錯吧 那暴跌之後 它會不會來701 不知道 你一定說我知道它會來 那你偷看 你給人家偷看 你當然知道它會來 不行 就是我不知道它會不會來701 你不知道 然後呢 但是我知道 如果它守不住17838 它不排除就是要來701 要守不住838 那為什麼是838 我們講過 第一個 每天應該面對市場 你要很平常心 縱使會崩跌 你都做好準備了 你不會怕你知道嗎 你每天說 每天要拚標股 拚得到 我告訴你這麼好 不然不定 拚得不到 你的壓力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 我們先不談什麼標股 各位請看 開盤量最大不理它 開盤後交易量一定遞減 開盤後交易量一定遞減 你是等遞減過後 爆出最大那一根 這樣就好了 第二第三不重要 看最大那一根 好 最大那一根 又是這一根 幾點 九點空六分 又是9.06分 這我也沒辦法 它就每次都要9.06分 好 9.06分 我是不是去看 先看量再看價 價在哪裡 在17838 所以這個17838 是不是會得出一條什麼 過去還是未來的景限 未來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17838 它得出一條景限 它守得住838 請問 怎麼可能來17701 它不會來的啊 它怎麼會來701 除非這個838守不住嘛 它沒有守住嘛 所以呢 一心就回來701了 然後加上接下來普丁宣布 宣布開打 連基普都打了吧 這是個事實嘛 你說那怎麼辦 不會啊 因為你要接受 我們所有人 你只要是在證券市場的 你的命盤 就是撒破狼 撒破狼就是你一定會遇到 永無止境的大起大落啦 你就是 你的命盤 你不好意思 沒辦法 你就是永遠未來就是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不見得不好 而是在於 每一次的大落 縱使有中心把它降到最低 每一次的大起 你要有坐上耶 你不能大落 中心 大起就做不到 這也不是一個辦法吧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班金商 你不用算的 不要拆行情 你就算 1234 請問有錯嗎 不是 你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加權指數 不可能有錯啊 這張圖 這是已發生的事實 也不可能會錯啊 那這個點 叫16784 這有可能不對嗎 不可能嘛 這個低點在17167嘛 然後歷史以今天來看 以今天來看 未來當然我們認為會回19000沒有問題 但是以今天來看 台北股市道目前為止的歷史最高 叫18619 這也不會錯嘛 好 那18619跌到這裡是17633 這也沒問題嘛 好喔 不拆行情 你就把真實抓出來 這就是過去市場 大家在做買賣 所形成波動過程裡面 大起大落過程裡面 真實發生的最高 每個波動的最高跟最低嘛 好我們用最簡單也最公平的方式嘛 好這一條叫17893 17893怎麼來的 17893就是17167到18619 就這一段 這一段167到619 你如果在167往上買到18619的 或者是你從167做空 做空到18619的 所有人的成本會在17893 縱使破893 他一定會回來 這你不用怕 他一定會回來893 問題是會記得喔 第一次的防守力道90% 80到90他守得住 破了一定回來 第二邊呢 第二邊那防守的力道就會減弱 大概剩50% 第三邊呢保證守不住 那守得住的機率10% 第三次他就一定守不住了 因為他的力道會越來隨著時間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測試 他那個防守力道會越來越鬆動了 那一樣 這一道更強 這一道絕對比17893強 就是今天 你說他已經破了 不重要沒關係 他一定會回來 為什麼一定會回來 第一個 這個17701怎麼來的 這個17701是連結這個16784 不是17167喔 是16784到18619 這個17701的強度很強 問題是壓力也形成了 壓力叫18126 就是說這一道壓力 你如果顧不住 就糟糕了 這就變壓力 這變成未來 未來你會遇到一道很重很重的壓力線 目前呢我們的看法 台股接下來 它還是會重返17701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到底是要怎麼做 對不對 你先靜下來 看一支股票 看 你不要去賣喔 因為我沒要賣 我也不會去推薦我的會員去賣 對不對 你如果要賣 你輸贏跟我無關 我也沒有建議你買 我是說看 科安看 我們就看就好了 來 這支叫做星星 你說我知道了 還有彩版啊 星星 南電錦碩 對 大家都比我會背嘛 我沒有 所以我沒買 好 來看 這張股票叫星星嘛 那也就是說 這個是周線圖喔 周線圖 就是一根K棒是一個禮拜 那這張圖表的 這裡80塊是在2021年 就去年 去年的這個時候 就是過去這一年啦 就是過去這一年啦 一年喔 我就殺破人格局了 我去買一支 碼頭代賤的股票你知道嗎 你說什麼是碼頭代賤 這不是碼頭代賤 這就碼頭代賤了 然後呢 他就來到這裡啦 這是今天耶 他又去三個 那他明天呢 明天跌停 那又怎麼樣 我很認真告訴你 他縱使明天跌停 還在這裡啦 縱使他明天跌停好不好 也還在指揮棒這附近 那請你看著他 如果我們大家都是 殺破人的命盤 我們去 你去買一個碼頭代賤的 那沒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你不能50檔股票 去買一個猩猩 那沒有用啊 我縱使明帶人家 買五六支股票 其中一支是猩猩 不是啦 我是假設啦 那你縱使猩猩都在漲 這50檔怎麼辦 49檔怎麼辦 不是啦 第一個要精簡持股 你持股要降 再降 再降 然後你集中在一檔標的 你賭定 你要很賭定喔 不是要拼漲停犯 是這支股票會去 我舉例喔 去年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五六月吧 五六月 還是八九月 我們那個時候 剛好一樣在三立新聞網 剛好有那個機會啦 那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建議 股市剛好在回檔 那我們建議大家 把所有的力量 集中到哪一檔 長榮 我不會說 那個時候我哪有長榮 我們是不是那個時候 集中到合金 合金那支股票嘛 那接下來 霸函比較差嗎 那合金很強嘛 你就集中喔 你不能很散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股票 換到合金 合金不但不跌 就持續漲 這解決你所有問題了 問題是 永遠解決不完 接下來又這次 之前的回檔 對不對 那我怎麼做呢 我也是因為我們不是帶 成大家在買標股 因為我沒有那個能力啦 我做不夠啦 我哪有那麼厲害 我每天買都漲停板 我不是躲在山洞裡 我小明就是被人家抓起來 綁在山洞裡面你知道嗎 我哪有那麼厲害 我們是解決問題 那我們怎麼解決問題 我們是不是 建議大家把力量集中到 航運的長榮 難道有長榮 望海 揚民 沒有 集中一檔 集中到長榮 這次長榮很強上來了 那你不是把所有的困擾解決掉了嗎 你為什麼又有困擾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又有困擾 集中就一高一低 什麼是一高一低 你先看星星 快一點我怕講不完 它是不是長 我們怎麼了解它有什麼去 對不對 我們明天再買一買 我絕對不買 因為呢 我之前這裡我都沒買 就已經很丟臉了 我現在說我們厚臉皮 來去買星星 它明天大跌怎麼辦 對不對 我這裡買怎麼會對 你說 以我啦 但是我們先看 來第一個 左跟右 你要注意看喔 你如果不注意看這點 我已經盡力幫你了 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力量幫你 你說真的嗎 真的 這個是宅版的營收 那些一大堆 我說給你聽 我念給你聽喔 這裡是2021年 這是今年2022年 23 24 25 對不對 這個是給你預估 預估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還沒說完 我把這四支股票念給你聽 這四支 我現在用盡 我最大的誠意給你報告 我告訴你 新興 景碩 新興 景碩 南電 我感覺 我沒誠意 你知道嗎 你做什麼從業人員 好啦 我念你聽喔 這支 叫做新興 你聽我講完 這支叫做新興 這支呢 金素 這叫景碩 這支是什麼東東 南亞PCB是什麼 叫做南電對不對 沒有啦 是不是啦 是啦 我告訴你這三支 我敢不敢 第一個 不但沒誠意 真的厚臉皮 對不對 我要跟你講的是這支 這支Z 你有看到嗎 Z是什麼 不要急 好 這是宅版 從過去到未來的營收展望 營收預計持續上揚 對不對 好 來看右邊 這是什麼 3037 新興點 好 來 ASP叫做什麼 銷貨價格 就是說 我的營收不但會一路走高 我的報價 報價 一年會比一年更高 我報價了 好像你賣麵包的嘛 我一個普世麵包 假設原本賣50塊好了 那接下來今年下半年要賣60 那明年要賣80 那明年下半年賣100 我的單價是不是越來越高 但是我吐司麵包的銷售數量 我逐年增加 報價越來越高 你就看到 為什麼新興在漲啊 為什麼景碩很強啊 為什麼南電看起來表現非常不錯 道理在這裡 記得 營收上漲 銷貨價格暴增 那就代表 碼頭帶件 為什麼碼頭帶件 因為我們都是沙坡人 沙坡人 面對大起大落的行情 你現在欠的就是碼頭帶件 帶在哪裡 建在哪裡 在這裡 好啦 先看這個 這是3037 我沒有要買3037 我是拿它的報告給你看 他說買進 目標400 他寫這個報告的時候是237 沒錯吧 好 現在是243 你拿到400 我還是買 我不宜之品 那跟我無關喔 你贏 你去寫寫高勝 跟我無關 你輸你去買高勝 我沒有推薦你買這個股票 沒有沒有 我們只剩兩分鐘 所以速度加快 好 新興對吧 好 來 進入 我們這邊一定 你一定要碼頭帶件 怎麼帶 帶這裡 我念快一點 這是今年 2022年 2021 EPS 高口三 今年11.2元 每年14元 17元 20元 這厲害 不是新興 不是南電 不是錦碩 好不好 我今天跟你說 新興南電錦碩 我覺得很丟臉 台灣話說 你宵明 你沒誠意 好 來 繼續往下看 這是過去從2012年以來 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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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家公司的股價走勢 橫向 叫做它過去的本益比 也就是說 它過去主要的本益比區間 落到9.4倍到12.2倍 也許這樣你看不懂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 來 看著它 這是月線圖 我速度比較快 會玩一分鐘 這是月線圖 一根K棒是 一根K棒是一股的 好 這是過去我從公開觀測站 把該公司 每一年的每股營業 舉例 2011年是3.6元 然後2012年是5.49元 好 去年 因為還沒有正式公佈 預計落在9.35元 今年是11.2元 乎來14塊 乎來17塊 那我們把過去每一年 這最高本益比 最低本益比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去算 如果以現在來算 預估本益比 大概在8.2倍 那我只能告訴你 我們買碼頭代見 所有 我會代我們的成員 不是現在 它在跌0.2倍本益比 我們就全力集中在一檔 就是這支 8.2 就 8.2倍 然後呢 它平均高 本益比 高點可以來到14倍 如果以這個估算 股價這裡 直接看到這個價格 我覺得這樣 應該可以解決 我們所遇到的困境了 感謝各位 可以加入我們下方 來Add的好友 那週一到週五 以及禮拜天晚上 我另外會有個直播 那感謝大家 祝福每位好朋友 我們在未來的每一天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感謝你 拜拜